今天是俄国战争第928天 首先我们说说最新的战况 今天乌克兰对莫斯科及周边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据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二9月12凌晨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了一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 至少造成一轮死亡几十动住宅受损和被摧毁 同时迫使莫斯科周边机场50个左右的航班出现延误和被降其他机场 俄罗斯当局表示 当乌克兰无人机蜂拥而至居民人口超过2100万莫斯科上空时 俄军防空部队摧毁了至少其中20架无人机 俄军还在俄罗斯其他八个州的上空 摧毁了124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表示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附近的阿缅斯克耶士一名居民死亡 三人受伤送医救治 莫斯科周边四座机场中有三座被迫临时关闭六小时 其前50左右航班被迫被降其他机场 莫斯科州拉缅斯克耶士居民向路透社说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损坏了当地几栋高层公寓大楼 并导致一些公寓起火 路透社引述当地居民的话说 他们在睡梦中被爆炸声和火光惊醒 我朝窗外望去看到一个火球 一名叫亚历山大里的居民对路透社说 冲击波把窗户都冲掉了 另一位不愿透露新名的单叫格奥尔基的居民 也向路透社表示 他在星期二凌晨时听到无人机在建筑外飞行的声音 他说我拉开窗帘 他就在我眼前集中了大楼 我看到了一切叫上家人和我一起奔跑到室外 拉缅斯克耶市位于克里姆林宫东南50公里处左右 官方数据显示当地约有25万居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上空另有70架无人机被击落 在其他州的上空也有几十架无人机被摧毁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谈及这些地方损失和伤亡的情况 如此同时 吉福表示 俄罗斯在星期一夜间和星期二凌晨 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场有46架无人机参与的空袭 其中38架无人机被摧毁 第二 转折点到来 俄军在吴东前线向乌克兰守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试图突破乌军的防线 将吴东整个邓巴斯地区收入囊中 而且俄军也在一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局部战场取得了一些进展 如此同时 吴军则试图将战争推向俄罗斯的本土 一方面 在8月6日出动骑兵 越近突袭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并坚守在当地占领俄罗斯的领土 另一方面 则加强对俄罗斯众生和腹地 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无人机空袭 极富希望以此迫使俄军从吴东前线后撤回防 减轻吴东前线的压力 但是到目前为止 俄军似乎不为所动 能在吴东前线发动猛烈的攻势 莫斯科以及俄罗斯众生地区两年多来 基本上因为远离战场 而没有直接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和影响 但随着乌克兰越来越重视 对俄罗斯本土发动攻击 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俄罗斯军队声称攻占了乌克兰东部 顿列刺客的一个城镇和三个城镇 并称其士兵几乎每天都在推进 法信社说 北俄军占领的克拉斯洛格弗里卡镇 位于俄罗斯军队控制下的顿列刺客 以西15公里处 自今年年初以来 那里的局势就变更加脆弱 泽连斯基称 感谢顿列刺客前线所有的部队 他们确保任务全面完成 击退了俄军的进攻 并恢复了乌军的阵地 泽连斯基指出 尽可能消灭占领者的军队 是重点乌军应尽量歼灭 位于伯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的俄军 泽连斯基说 乌军总司令 希尔斯基将军 强细报告了乌军在哈尔科夫的防御情况 和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积极行动 泽连斯基强调 他为所有乌军感到骄傲 乌军正在教导 俄罗斯认清自己的土地和邻国土地在哪里 乌军在战场上的优秀表现不仅如此 除了泽连斯基提到的内容 乌军近日还袭击福尔加格勒的 迪洛夫卡空军基地 英国情报机构分享的卫星图片显示 该基地的四个飞机避难所支撑建筑 天线整流灶 露天储存区和三个飞机避难所都遭到了破坏 第三 乌克兰军工快速扩张 乌克兰国防工业在西方资金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下 大幅扩张 其设计的首枚弹道导弹试炼成功 远程导弹无人机出现在前线 自2024年开始以来 乌克兰的武器生产量就比2023年翻了一倍 法新社9月10日发自基辅的消息 乌克兰总理齐米加尔周二表示 自2024年以来 乌克兰的武器产量比2023年翻了一番 他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2024年的前八个月里 我们的武器产量比2023年翻了一番 他解释说他希望今年生产超过100万架无人机 自2022年俄罗斯开始入侵以来 乌克兰国防工业在西方资金和合作伙伴的帮助下 大幅扩张以弥补资源的不足 8月底 泽连斯基总统宣布乌克兰设计的首枚弹道导弹试炼成功 几天后他要对远程导弹无人机的出现表示欢迎 在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打击的力度 并在乌东战线取得进展之际 泽连斯基继续要求其伙伴和盟友提供更多的武器 这也是上周五在乌克兰合作伙伴举行的 拉姆斯泰因会议采取的路线 泽连斯基在周一的每日讲话中强调 战争的进程直接取决于后勤供应的治疗 与合作伙伴履行承诺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俄乌战争还迎来了新的变数 一种新的趋势正在出现 西方同意提供乌克兰技术 还投资乌克兰在境内建造工厂 生产包括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 这代表乌克兰将能够自己生产武器 并使用他们不必一直依赖盟友 这件事还创造了乌克兰新的就业机会 并可能成为未来重要的出口 第四 乌克兰神秘军队曾自身法宝 自从八月初 乌军公寓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之后 普京就希望在顿列次克战场上进行突破 力图挽回颓势 就在俄罗斯雄心勃勃要攻克乌克兰交通苏榴 红军村之时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加入了战斗 乌克兰一直受到兵源短缺的困扰 但现在新兴源却源源不断的开进战争 那就是无人机 乌军将机枪 旅乐器整合到无人机上 参与地面的战斗 给俄军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害 众所周知 雨乐器爆炸后 可以释发2500度的高温 俄军即使躲在阵地上 也难以信念 乌克兰一方面将旅乐器 机枪整合到无人机上进行降维打击 一方面通过无人机进行排雷 侦察 帮助炮火 进行目标校队和倒影 甚至通过无人机进行单兵追踪 又通过无人机进行远程打击 这已经是一场无人武器的战争 无人武器开始大选升危 乌军在缓解自己兵源不足的同时 逐渐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随着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成军的投入战场 但那时刻战场的局势开始改变 本月初军事观察家普遍认为 在俄军强大攻势面前 红军称这个乌冬重要的战略数量将不保 甚至有人认为乌军整体防线将会崩溃 但根据福布斯周末的报道 虽然红军称附近 俄军的兵力还占据4比1的优势 但俄军的攻势已经停滞 而且乌军还夺回了纽约称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 福布斯的观点认为 俄军不太可能拿下红军称这个战争的枢溜 目前的战局已经回归到相互僵持的阶段 一旦未来无军无人机系统像黑海海战一样 在陆战中再次击败俄军 普京也就只能再次顿足垂胸 嚎啕大哭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